国道4号西巷 风源3号隧道内上午7点多接连发生三起事故 一共有8辆车受损 索性都没有人受伤 国道警察也在半小时之内把状况排除 另外在20号下班时段 台中一名轿车驾驶临停在路边 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就突然打开车门 一名女骑士经过闪避不及 连人带车被撞倒 不但受到严重惊吓 颈部跟右脚也有掐挫伤 大马路突然传出巨大碰撞声 一名女骑士连人带车撞出来地面 原来又是临停路边的驾驶 开车门不小心 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两货 开门的不对 我又开到车门了 所以小我都会是驾到 台中市席区向上路 下班时段汽急车来来往往 车流量相当大 目击的骑士表示 当时要准备左转 摆头注意左右来车 刚好安全帽行车记录器就清楚拍到 女骑士被击落的瞬间 我这样很危险 对 上次朋友也有 也是这样 印象中它是肋骨有断 然后门也还断了 仔细看 照射黑色知晓客车 虽然是停在路边的车格 但整辆车超过三分级的车身 占据车道上 这样就算了 车内驾驶下车时 就直接把车门打开 经过骑士完全没有时间反应 开启车门时 应注意后方有无来车 锁心后方来车又保持安全距离 女骑士衰落地面后才没有惨遭碾压 但颈部和右脚擦措伤 另外23号上班交通尖峰时段 在国道4号西向 峰原3号隧道内 接连发生8车碰撞事故 在内侧车道 有发生一起4部车事故 那后方的话又发生 两起各2部车事故 国道警方30分钟内将状况排除 8名驾驶经过酒测都没有喝酒 研判可能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辆货 继续继续家民王东山台中报道